Shopify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SaaS公司 是加拿大市值最大的公司 木头姐姐十分青睐Shopify 在她管理的ARKK基金的52只股票中 排名第六占其仓位的4.17% 在她管理的另外一只基金ARKW 在其48只股票中 仅次于特斯拉排名第二 占其仓位的4.78% 因此Shopify是木头姐姐的一只重仓股 2020年3月份疫情开始爆发时 股票突然开始狂飙 从2020年3月份的300多美元开始 一直涨到今年2月份时最高的1500美元左右 如果看过去5年则涨了惊人的40倍 今年则表现不是很出众 涨了8.7% 目前价位大约是1235美元 鉴于Shopify这只股票炙手可热 又在我非常关注的电子商务和云计算领域 所以今天我就结合其所在的行业 谈谈Shopify的商业模式 成长空间 以及我对于投资Shopify公司的一点点看法 今天是2021年6月12日 老科谈科技股第111期 我的频道侧重于通过深入科技发展趋势和行业格局来选择科技股 我的频道特别适合那些关注科技行业走势 思考颠覆性创新并长期投资科技股的朋友们 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按照惯例 我先给大家讲清楚Shopify是干什么的 这个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是什么 Shopify是全球顶尖的一站式电子商务SaaS平台 其完善的生态系统及云端建站 库存管理 多渠道销售等功能和技术于一体 赋能来自约175个国家的170万家中小商户 大型零售贸易企业及全球知名品牌 在网简单地说 Shopify就是提供了一个电子商务类网站的模板 如果你想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或者在自己网站中加入电子商务的功能 用Shopify已经有的API就好了 尤其是在支付、仓储、送货、客户分析等方面 都可以选择Shopify的服务 另外传统上的服务器功能 如域名、主机托管、主机出口带宽 安全、Shopify也都帮你做好了 这样的好处是使不懂编程的个人和公司 利用Shopify的模板 便可以很快地做出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站来 Shopify是典型的SaaS 翻译成软件及服务 其赚钱的模式是每月按照所订阅的功能付费 有些功能是根据使用量进行付费的 Shopify目前是值1530亿 比IBM还高出200亿 很多人要问了一个提供电子商务网站模板的公司 凭什么值这么多钱 电子商务网站模板的技术门槛很高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要理解电子商务网站的技术挑战 Shopify这套系统是典型的SaaS 企业网站这块一直就是整个互联网发展的热点 早在亚马逊2006年推出云计算服务时 很多公司才开始把他们的网站放到云上 从而不再购买服务器和电信出口的带宽 这些网站硬件的功能亚马逊AWS都给做了 这就是典型的IAS及基础设施及服务 在网站内容方面 那时候大部分的网站仅仅是展示其商品 然后留下邮件和电话 让客户去资讯 这种不含电子商务功能的网站很容易做 Adobe Dreamweaver就是这样一个功能强大的网站设计工具 但是很多公司已经不满足于在网站上静态展示商品了 他们希望他们的网站是一个闭环系统 可以从展示到订单到付款到最后的售后服务 用户也希望一个网站是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例如当用户在网站上看到了一个新款自行车时 如果网站同时具有电子商务功能 那么用户就不用转移到亚马逊或者到线下购买了 但是把网站做出支持电子商务功能却十分复杂 把电子商务功能做成SaaS 让每个普通用户都能在可以负担的范围内 快速生成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 这就是Shopify的独特的价值 我举个例子 Shopify让你轻而易举地支持PayPal Visa Master Google Pay等付款方式 如果你自己开发 想想这其中的复杂程度 Shopify支持短信 邮件提醒和订单状态的短信更新 上期我们讲过 这些需要调用Twilio的电信 API Shopify还有自己仓库和Fulfillment Center 你把商品放过去 什么都不用管了 这些是中国顺风快递 菜鸟网络做的事情 这些功能你也不用操心 和Shopify打交道就好 Shopify已经帮你做了 更不要讲一些更加复杂和高级的功能 如Shopify线上店铺支持移动端浏览 客户可以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浏览店铺 或完成购买 根据客户的地理位置 Shopify将自动计算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税率 利用专业工具帮助商家真正了解目标受众需求 并在Facebook和谷歌上创建 执行和分析营销活动 这些功能往往都需要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开发和维护 看看亚马逊 阿里巴巴 拼多多这些电子商务公司所招收的工程师的收入 你就知道电子商务系统的难度了 而且世界云计算发源于亚马逊 中国云计算发源于阿里巴巴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电子商务公司 自己一直在解决技术难题 解决之后 开放分享 更加自然和容易 所以 没有Shopify这类公司的服务 世界上大部分的公司 是无法架设自己的专业的电子商务网站的 所以 我这里要说的是 做一个精美的网站 往往并不难 但是做出一个专业的电子商务网站 真的很难 这就是从技术角度讲 Shopify通过SaaS 让电子商务这么复杂的技术问题变简单了 这就是为什么Shopify很牛的原因 讲完Shopify是干什么的和其电子商务SaaS的重要性 我们接下来把视野抬高 看看电子商务这个行业的发展大趋势和竞争格局 在这个大视野中分析一下 Shopify的竞争力和未来可能的发展空间 电子商务改造的是线下的零售业 整个零售业是人类非常庞大的产业之一 这种产业远远大于人们所熟悉的其他行业 比如电信和媒体行业 同样当一切都在向线上转移的时候 未来的电子商务的市场空间也一定远远大于很多现在大家熟悉的流媒体 网上新闻 网上娱乐等等 因为电子商务需要将真正的商品送货上门 所以比那些完全数字化的行业发展的晚些 或者说电子商务的增长更加有后劲 比如在十多年前 百度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而这些年做电子商务的 如阿里巴巴 京东和拼多多都陆续超过了百度的市值 为什么 因为所在行业的市场空间不同 普及的速度不同 同样在美国 也就是几年前 亚马逊的市值才超过谷歌 同样是因为电子商务后发之人 同时市场空间大 在中国 腾讯拼命要做电子商务 看重的就是庞大的市场空间 所以Shopify所从事的行业空间巨大 而且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说完电子商务的空间 我们接着说 电子商务如何做才能更加成功呢 电子商务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有一个公司提供一个平台 其他公司在上面开店 平台公司有点像购物中心 卖家在那里开店 这个平台提供了开店的模板 支付 甚至是仓储和送货 同时平台自己也卖货 这种平台型公司包括了亚马逊 阿里巴巴 拼多多 京东等等 他们靠收租赚钱 或者靠竞价广告赚钱 无论如何 利润丰厚 从90年代末到现在 这种模式都非常成功 造就了很多平台型大公司 另外 还有一些面向垂直行业的电子商务网站 如做母婴产品的 专门卖IT产品的 专门卖进口高档产品的 这些垂直行电子商务目前看发展的并不好 发展最好的基本上一直是那些全系列的大平台 我们把这种大平台趋势叫做电子商务的中心化趋势 另外一种电子商务模式是公司自营电子商务网站 卖自己的商品 比如苹果商店卖的就是苹果公司的产品 非常成功 同样 小米自营的电子商务网站 卖自己和自己生态圈的IoT硬件 也很成功 但是 这种模式只有有名的大公司负担得起 小公司根本不能 而且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一方面是建设和运营成本非常高 另一方面 人们已经形成习惯 有购物需求去电子商务平台搜索 用时髦的话说 就是自营电子商务 流量不足 因此 一度人们不看好小公司自己运营电子商务 2000年左右 曾经出现过做网站的热潮 后来 到了手机时代 很多公司网站基本上就是展示商品的 到手机上网时代 做一个手机APP比网站更难吸引流量 所以 网站发展停滞不前 并局限在一些静态信息 有关商品的动态消息 往往是通过社交网络更新 在中国 很多公司干脆没有网站 而是完全靠微信公众号宣传推广 自营电子商务网站 在移动时代和在中心化大平台成功的阴影下 普遍认为是没落和没有前途的 但是 这几年电子商务行业逐渐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 这个转向很微妙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SaaS的成熟 使Shopify这类公司推出基于SaaS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网站和APP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降低到了连一两个人的小公司都可以负担的程度 而且 他们所做的网站 非常专业 方便程度和平台正在接近 我们可以把这点原因归结为生产力大发展 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 第二 数字广告大发展 基于社交网络和搜索的大量精准广告出现 商家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客户 从而使流量不再是大问题 至少通过精准化广告和营销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客户 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网站 第三 平台型公司越来越大 在手机时代 屏幕上能够展示的内容十分有限 这就导致大量的卖家的商品无法被充分展示 这就是流量危机 为了抢夺好的排名 广告费用大增 与其在电子商务平台打广告 把客户吸引到自己的店铺一次性成交 还不如在其他地方吸引流量到自己的网站成为粉丝 这种去中心化方式体现在很多地方 在中国过去几年 微商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现在微信小程序越来越流行 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做电子商务 脸书也在朝这个方向走 这种去中心化 也使传统自营电子商务网站方式复苏 尤其是在北美市场 北美很多人还是喜欢在电脑 而不是手机上去购物 在电脑上 网站仍然是最好的选择 而作为商家 自营的网站省去了给平台的抽成 更重要的是 自营的网站更加灵活 如在产品展示 在客户管理 客户服务方法可以有很多创新 其实很多商品更加适合网站做 而不是平台 比如如果是你做可定制服装的 你可以大量使用视频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其他平台上这是很难的 我看国外也有人把Shopify的模式叫做社交电商 可能和很多人利用Facebook 为其Shopify网站导流有关系 请注意 在中国拼多多是典型的社交电商 Shopify和拼多多区别巨大 拼多多仍然是一个中心化的平台 而Shopify是去中心化的提供网站和技术支持的公司 所以 投资者千万不要把拼多多和Shopify相提并论 另外 Shopify这种以网站为主的去中心化电子商务Source模式 在中国并不是大趋势 在中国 去中心化电商主要是指自己通过微信公开号 小程序等工具开店 这种去中心化电子商务模式 使Shopify大大受益 电子商务的未来巨大空间 加上电子商务去中心化新趋势 我认为这两点就是为什么 Shopify大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接下来说说这个行业的竞争 Shopify的最大竞争对手 我认为应该是亚马逊 只是这个市场太大了 而且是增量市场 目前互相还打不着 刚才也讲了 如果你是做新产品 做设计的 做定制的 做特产的 创业公司等等 往往做自己的网站更好 如果是Gross Relay产品 平台型电子商务更适合 所以 它们即使有竞争 也是有错位的 而且同时 亚马逊开店和拥有自营电子商务 也不矛盾 这正是多渠道的销售而已 基于以上原因 不用太担心亚马逊对于Shopify的打压 而和Shopify同样做电子商务SaaS的公司 如Magento BigCommerce WooCommerce Squarespace Wix等等 目前市值都很小 Shopify处于在电子商务SaaS行业非常好的地位 Shopify未来还可以以电子商务SaaS为中心 向外横向扩张 如Shopify已经开始做POS级了 未线下商家服务 Shopify也开始做支付了 未来还可以向CRM领域扩张 一句话 Shopify横向和纵向发展空间巨大 受限于篇幅 我实在没有时间分析其财务指标和讲估值了 好在 讲Shopify业绩和财务分析的视频太容易找了 毕竟是市场非常热门的SaaS股票之一 直接说我的结论 在木头姐姐成长股的大跌中 Shopify也已经跟着调整了 Shopify已经盘整半年多 已经挤掉了很多的泡沫 鉴于Shopify未来增长的潜力巨大 目前的价位基本上是合理的 我认为投资者应该额外关注这只股票 考虑逢低买入或者加仓 同时控制好仓位 去年Shopify暴涨时 我不敢出专题讲Shopify 我害怕过度追涨 好公司更加容易被市场推高出现泡沫 在Shopify已经盘整了半年多的今天 我终于可以放开讲Shopify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不同于YouTube上其他分析Shopify的影片 今天我讲了电子商务网站是什么 电子商务这个行业 以及去中心化这个大趋势 我解析了Shopify未来的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 我认为近期成长股的调整 给长期看好Shopify的投资者一个相对安全的入场的好机会 当然我个人的结论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思路和方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点赞 并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